东台湾宜花东三线联手艇国旅 共同推出了半折时数10%凤凰的宜花东旅馆节 县长学中卫26号协同了宜兰县长林妙兹 在新北板桥出席活动记者会 用行动力艇国旅活动 也邀请全国乡亲可以抓紧2020的尾巴 来到东台湾享受最纯净干净安静的 好山好水好空气 观光局安心旅游辅助在10月底落幕 东台湾宜花东三线联手艇国旅 有旅馆业者共同推出半折时数10%凤凰 宜花东旅馆节 班民众直接订房或透过国内外订房平台 以及大旅行社预定住宿 即回馈房费最高10%支电子消费券 最高每房可领700元 以目前到现在来看 宜花东这三个线也是满满满 真的满满满 民宿我不敢讲 饭店 我这一阵子我就跑到花莲 台东跑了两次 一直拼跑办的活动 这是所谓防疫旅游 那相信很多客人都跑去 都跑去 花莲依然台东这三个地方 那首先恭喜这三个地方的县长 以及各位观光业的前辈们 大家努力的结果 县长许正伟提到 东台湾是一个福尔摩沙之岛 更是精品中的精品 也感谢观光局给全国旅宿业者大力的支持 以及对整个地方产业发展维持一定的热度 这一次发起一华东三线 岁末年中的旅馆节活动 让淡季不淡季 而整个旅游热潮不断往上提升 尤其在这一次的下半年 无论新冠肺炎之后 其实大家在岛内旅游 更发现这块岛的富足 以及这块岛的珍贵 让我们更加的深入去了解 我们生活在这块岛上 有多么多么美好的人情以及风景 在这里要谢谢观光局 给予全国很多的业者 都非常非常的大的振奋 以及对于地方产业的发展 维持它一定的温度 而这一次由我们的业者 来主动来发起 让这个花莲以及台东 伊兰在下半年 岁末年冬的时候 淡季不淡 而更让整个我们的旅游 能够不断不断的往上提升 今年12月1号起到明年4月30号 民众在多达200间的优质旅馆饭店中 预定成功后即可在入住时 获得房价最高10%回馈之电子消费券 至指定伴手礼商店 夜市旅游行程 租润车辆等超过100家的旅游周边店家 都可以使用词券 全额兑换使用 让消费者享受好康旅游 县长许真伟也欢迎全国乡亲来到花莲 享受花莲好汤 感受花莲特有的幸福温度 挺国旅 宜花都 一起来 记者林杰 新北市采访报道